茂盛的树木只能长在土壤肥厚的土地上 你在一个花干岩岩地板上 最多能长出一些耐旱的小草 大树绝对是长不出来的 也就是它们的发明撞造 它们的专利 这些来源是什么 来源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是一种思想的自由 人自由的发挥 才能创造出这种种的科学技术 你如果没有这些根本 这些肥沃的土壤 你不可能长出这些七桥阴迹 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完了 国共都在庆祝 大家都在表示 五四和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共党这边高调的祝贺 今天我们聊聊五四运动 这是仅仅自己个人 对五四的一点点看法 当然这个话题实在太大 几十年来近百年了吧 人们一直在这个里面 花费了太多的墨水 口舌 简直是不可胜数的 都在讨论五四运动 当然今天我们从李泽厚的观点谈起 李泽厚老师说 五四运动分大五四和小五四 咱们就从李泽厚老师这个划分 区分来谈 什么叫大五四 什么叫小五四 所谓大五四呢 其实就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以后的人们 在不断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不断的看到外面的世界 开始了对基础人民做启蒙的运动 也就是学习 接触西方 不断的去学习 我们对基础人民的启蒙 这个启蒙的优先 可能叫大五四 但什么是小五四 小五四就是对五四这个事件 那个学生的示威游行 这个两个月的火烧赵家楼啊 等等一些事件联合起来 叫小五四 要说这个大五四 应该是当前中国人 这个人种的一个最大的事 最恰当的那句话 可以描述 就是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这大变局 为什么三千年未有这大变局 这个话题说起来 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都应该懂什么叫中国 我们为什么叫中国 是中央之国 所谓的中国 它就是一个文明 文明的中心 这个中心叫中国 中国之外的都是蛮夷 所以还有一个词叫一下之防 什么是一下之防 当然可以参考春秋礼记里面 三千年未有这大变局 也就是一下之变 当然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华夏的文化 也就是中央文化 中央文化可以感化周边的 这些蛮夷的文化 一移变下 一下敢移 中国人历朝历代好像都在这样 五湖乱华打进中原 生灵涂炭 后来呢 这些人慢慢慢慢的呢 都变成华人了 五湖乱华 后来大家就没了 他就不断的融入了中华这个文明 那些人好像都变成了华夏的人 在这个礼仪之下 在后来我们看到的唐朝 唐朝的皇族 李世家族 包括那些贵族 其实都是蛮夷的人 但后来呢 他们慢慢接受了这个华夏的文化 唐朝也就变成了真正的 好像强盛的汉人的文化 其实说李世民 还没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 但是中国人都认为 李世民是一个汉人 那我们如何区分汉人和仪人呢 其实他们不是以血统 更不是以DNA 他们认为 这些血统区分很小 我们基本上一直以文化来区分 只要你的文化 接受了华夏文化 那你就是华人 你就是华夏文明 华夏子孙了 你还可以接受 你变成炎黄子孙 当然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华夏文化 你要抵制些东西 那你就不行了 其实满清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那是传种的满人血统 他们最多是个满猛 和汉人没有任何关系 但最后呢 他们好像也是华夏文化 这就是中国人历朝历代说的 一下之防 你到了元朝 元朝打下了汉朝 但是他们没有动其他的文化 给你去 也就是没有颠覆 汉人的这些根本 汉文化还是存在 给那些华夏所谓的人 都留了那么一丝丝面子 虽然说你蒙古人打下了我们 但是还要遵循 我们汉人的这些规则 我们的利益 你根本没有颠覆我们这里 从根本上 你是来被我们规划了 臣服了我们 而不是打败了我们 这是一种强大的民族自信 这叫华夏的自信 他们一直认为 这个华夏文明是至高无上 后来朱元璋 驱除达鲁 光复中华 也就是把蒙古人给赶走了 那些达鲁们都被把赶走 这些华夏文明又一次得到了光复 那朱元璋不管怎么搞 好像都合法 到了清朝 满人入关 康熙帝去拜了孔林 奉孔子为圣人 大成文王宣布他们是汉文化 是正根 正硕之争 这就是满人 统治汉人几百年的根 但是到了后来李鸿章他们那时候发现 突然之间发现 这世界上有一种蛮夷 这种蛮夷呢 跟以前认知的蛮夷好像都不一样 这种蛮夷打过来以后 发现这些人不单船间泡利 而且蛮夷不是火药火枪厉害 他们的文化好像也非常厉害 远远超过了华夏 从这个时候起 一下之房 好像一下破房了 这个蛮夷好像要来感化 我们华夏了 这些夷人的任何东西 从他们的思想 文化 认知 宗教 书本 都超过了汉人的东西 也不能说是汉人吧 当时主子是满人 汉人只是奴才 只能说是华人 所以说那个时代 李鸿章开始喊出了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千年 当然他没有喊五千年 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中国人 这个汉文化的圈子 我们这个汉文化 非常伟大的刺激 好像完全被颠覆了 所以当时 很多人喊出了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再后来到了洋务派 就喊出了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洋务派一开始 他认为 我们的文化 没有问题 我们的认知 没有问题 只是洋人 有了很多 奇巧 因计 他造出了很多 神奇的东西 这些东西超过了我们 打败了我们 我们要学习的是 洋人这些奇巧因计 我们只要派留学生 去好好学习他 然后买点 他们的好的战舰 好的火炮 再来打败他们 师一尝尽一掷 我们中学为品 积学为用 这就是用我们 过去传统的思想 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 这些都是没错的 这样就后来搞了很多 一套一套 试一尝一 一质一 等等 但是他们不知 这些所有的奇巧因计 所有的 搞那些神奇东西的 奇巧因计的基础 也就是他们的发明撞造 他们的专利 这些来源是什么 来源是一种 对人的尊重 是一种思想的自由 人自由的发挥 才能创造出 这种种的科学技术 你如果没有支持根本 这些肥沃的土壤 你不可能长出 这些奇巧因计 茂盛的树木 只能长在 土壤肥厚的土地上 你在一个花干岩岩地板上 最多能长出一些 耐旱的小草 大树绝对是长不出来的 甲偶战争以后 大清人一下意识到了 这个中学为体 积学为用 它是不行的 想想当年的日本 日本人一开始也想中学为体 积学为一 但后来呢 日本脱亚入欧 实际上就是日本脱亚 如果我有了入欧以后 我们回头来看 一百多年过去 将近两百年 日本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国度 日本的很多传统文化 都让我们心生现眼 但是再看看我们大公鸡国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洋务运动开始 中学为体 积学为用 到了现在 我们除了剩下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坚持斗争的文革 我们的传统文化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还保留了什么 而且现在又在开始抬头 斗争 斗争 反间谍 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传统的东西 已经毁灭殆尽 这个时候 在从甲午战争以后 甲午海战 大清的人意识到 根本的东西要学到的 你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 你才能学到 你没有办法 去直接生出一个先进的文化 只能慢慢孕育 孕育以后呢 这些东西就叫启蒙运动 也就是大五四 启蒙运动的一开始 就像蔡元培 胡适这些人 他在极力的倡道 不断的去推动 当时的启蒙的过程 不是很长久 就像一个小孩刚刚起步 但是好像没有走太远 我们从一个愚昧的时期 遭受了这些运动 当然 他对一个大人来说 这个教会很难改变 也不够深刻 我们很多时候 对是非曲直 理解的不够深 那时候的情况 大攻击国人的命运 不知道为什么 在巴黎和会的时候 这些人 那些外交人员 那个国民政府 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 但这时候呢 这时候的启蒙 因为启蒙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 再加上很多时候 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新青年报 当时很多报纸 都是为了发行量 你只要煽动仇恨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大家都愿意看 特别底层的 这些愚昧的人 占这个人类的绝大多数 民族主义情绪 这时候慢慢开始抬头 抬头以后 他们觉得 我们这么多年的屈辱 为什么你们一直来欺负我们 这是我们软弱造成的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然在巴黎和会的时候 每天不断有消息发来 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 很多的知识分子 学生 他们太多的理想化 为什么呢 不管中国 美国 很多这些知识分子 都在校园里面 这些大学生 这些教授 这些研究人员 他们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 他们很少接触实际的生活 遭受生活暴打的情况非常少 比如说 他们就生活在校园里 他们很多的东西 都是理想主义 严重的色彩 当然可能研发需要它 但是他们的想象力 永远是非黑即白 无论任何东西 他们都觉得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正确 我觉得这个动作 我就不需要折衷 我一定要这么做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在真正的生活里面 特别是你做过生意 经过商的人都知道 哪有非黑即白 任何东西都是大家 不断妥协 不断苟合 妥协达成协商 没有什么 这是你的 那是我的 没有我的 双方的利益 达成一个共赢 双赢的结果 所有的谈判 你得三 我得五 你得五 我得四 这就够了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实际上呢 巴黎的合汇结果也非常不错 但后来呢 传到大公鸡国这里 那些知识分子就不同意了 他们有高尚的理想主义 这些学生 知识分子 大都没有经历过真实生活的 他们的情绪就开始爆发了 带动着一群无知的学生 开始上街 示威游行 实际上这个五四一奴 当然仅仅是个人看法 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 这种爆发以后 后来 无论国民政府 共党 他们的叙事方式 后来慢慢都开始 借助这个五四运动 这种民族情绪 来渲染民族主义 渲染他们的合法性和正确性 实际上就是后来 我们一直在纪念的 这些五四运动 当然这个运动 与国民党关系就没有 我感觉没有多大关系 不过它 毕竟是后来的合法执政 与共党有没有关系 那更没有关系 五四根本跟共党 沾不上别人 你非要找点编写 那可能就是 陈独秀当年 办了个新青年报 这个新青年好像 对五四运动 起到一部分的作用 可能沾了这边 但是这个五四运动 它其中是一个历史结底 什么叫历史结底 其实我理解 也就是一个历史 极转弯的地方 U-TAN 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从五四运动之前 人们立志于 启蒙 让中国人知道 什么是文明 以前 它应该叫大五四 也就是让人们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什么是普世价值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 别人的理解 怎么看世界 让老百姓 慢慢的看到 外面世界的光明 但是 五四运动以后呢 它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 高涨 泛滥的开始 那些启蒙 好像都不重要了 斗争变得非常重要 不被别人欺负 打倒蚂蚁 我们和地球人斗争 战天斗地的精神 就像当年慈禧太后说的 我们要向全世界选战 我们要向地球 每个国家选战 从这之后 民族主义情绪 开始广泛地泛滥 这时候其实就滋生了 镰刀 斧头 这个政党 它的主意 好像非常适合 这个 极端民族主义的土壤 这种低端人群的认知 这种民族主义思潮 是滋生 共产主义 这种极端主义的温潮 当然这是我是这么看的 大五四运动 小五四运动 它 区分是非常大的 大五四运动 它是一个启蒙的一个 广泛启蒙的过程 当然 如果后来没有了 这个小五四 没有了这些 国共的宣传 我觉得中国可能会出现 另外一种景象 但是 后来又有日本的入侵 推动了 对这种激进民族主义 情绪的要求和宣扬 后来就不断地抬头 造成了中国后来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可能就是走向了一条没有新的路 民族主义好像一直有用 一直抬头 造成了很多实际人的个人极端主义 共产主义在这个土壤上滋生 后来列宁斯大林马克思 不断地传播 极端的左派在这里扎根了 这一系列情况兜兜转转 一直到现在 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 可能谈不完的 那再后面呢 再说起来那就更多了 每个历史节点 可能都能去开一堂课吧 五色运动可能也就这么多 我觉得大五色对中国 它是一个启蒙的作用 但是当时的启蒙 可能不够充分 国内也比较乱 整个日本又在它打仗 当时的世界好像都比较乱 特别是中国这个地方 那小五色就成了中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也就是民族主义极端主义 在中国自生成长的一个过程 苏俄的政权也就慢慢渗透了中国 向中国走向了一条不故意的道路 一条神奇的道路 好了 这只是个人的观点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见血 可以留言讨论 帮忙扶正一下个人这些认知 谢谢 再愚蠢的人 也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 战则战矣 寡人齐将铸成而等